欢迎各位再次收看狐步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377级的节目 这一期的话呢没有任何的片头 也不会做任何的剪辑 因为呢我想回味一下呢 十年前呢我们开始做变形金刚玩具开箱时候那种感觉啊 那个时代的变形金刚的这个玩具开箱的话呢 大家都是呢 可能用相机啊或者是DV啊什么录完之后 然后就丢上去了 很少有人呢可以编出什么主题曲啊什么的啊 讲到好像我自己很厉害一样啊 其实呢早期呢大家做变形金刚玩具的开箱啊 真的都是同好之间的一种交流讯息的分享了啊 那最近的话呢 因为上传一些老影片的关系啊 让我呢回味了很多很多旧的玩具 突然想起了我有一个淋巴动画的热魄 没有跟大家做分享 那这是一个日版的一个玩具 全身有个金属涂装 在2014年之前的变形金刚玩具市场呢 塔卡拉托米呢跟黑斯波的话呢 是分开做两种配色的 那么当时的日版的话呢 都会有附金属的一个涂装 大部分都会强于美版 但偶尔也有一些少少数是美版比较好看啊 那么这款的话呢 是一个日版配色 全身的这个金属配色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了啊 除了这个橘色的部分呢 都是塑胶 然后这里是涂装的一个橘色之外 还有这个胸口的这个灰色 以及手掌跟大腿侧边 还有排气管是塑胶灰之外的部分呢 几乎都是金属的红色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淋巴动画的玩具素质之高啊 是大家有目共睹 但还是所谓的偷胶这种东西 在当时也就是会存在一点点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它的一个身高的话 它一个2014年的一个deluxe等级的玩具 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 那它还有附带了一组一个 可以造型很特殊的一个双 应该讲双头弓嘛 也不能讲双头弓了啊 那子弹有偷胶 你看淋巴动画就开始偷了啊 并不是现在它开始偷子弹的胶啊 那它的话呢 有一个发射装置 从这按下去的话呢 它就可以触发 它会弹射出去 那这个弹射力度的话呢 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强啊 我就不特别把它发射了啊 这个呢 会发生子弹找不到的一个 悲剧的状况 总结这个握柄呢 是它唯一拿持的一个地方 在人形状态下呢 很可惜 除了手上拿着之外呢 它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 存放的一个位置了 坦白说 这一副弓箭呢 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啊 没有说很好看 而且实在是太诡异了 也很占很大的一个空间 如果说这款玩具呢 你不信 你买到的话呢 是没有这个弓箭的话呢 其实也不用特别在意啊 因为我觉得它本身的本体的话呢 已经是非常的好看了 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形关节 而且它的一个眼睛的话呢 正上方 是一个水蓝色的一个透明件啊 给各位做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 透光性的一个展示好了啊 如果说你从头顶打光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眼珠子啊 是整个是水蓝色的 正上方打其实是最漂亮的 那这个算是淋巴动画的一个标配了 然后手臂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你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啊 球形关节转起来 还有这种声音 然后呢 这个肘部这里 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都是非常紧实的 手臂的话呢 算是一个双动关节 根部是球关 底部的话 是一个普通的关节 变形的时候 有所需要 必须收成这样子啊 腰身的话呢 变形的需要会转动的 然后这个地方啊 会转动啊 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而且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偏紧的手感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没有做任何的加固啊 到现在还是很强韧的 这里呢 有多一个关节啊 如果你 它是变形的时候 有需要了啊 但是看起来有点像骨折 但是你也可以在拍照的时候呢 利用这个优点 然后脚踝是一个球形关节 脚底板整个是空洞的啊 你看 头胶还是有的吧 对不对 那 轮子很大 看到了 卯钉 这滚动起来 这个 你滚的也太久了吧 啊 非常好看 背包 整个几乎就是没有 非常高素质的玩具 铃巴动画的话呢 各位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补一下翻了 那我自己的话是没有时间看啊 呵呵 那我们就来进行它那个简单 那个变形过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啊 做个简单的缩短 把这个地方 这个形状呢 给缩出来 旋转一下往上 顺着往上推就可以了 顺着往上推 把这个地方 好 顺着往上推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一个 腰部可以旋转 180度 没有关系 再来的话 我们把前胸后背给解开 前胸后背解开的 它的一个肚子这里是没有卡扣的 其实这里没有卡扣 它是扣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看到吗 这里是打开 然后的话呢 整个背后也先推到后面去好了 然后呢 把这个头部翻折过来 翻进去 这个地方盖板 盖上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解开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 也就是说呢 它的一个手臂呢 在跟身体结合的时候呢 是扣这个地方 往外摆出去就可以了 热破了头的话 建议是把它给摆正啊 摆正 好 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脚的话呢 你可以暴力一点的一个变法 不对 先把这个 这个地方 轮子先翻出来 翻出去 然后呢 这个引擎盖 一样把它给翻出去啊 翻出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是 炉石自慢 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里的话 这个结合卡扣就出来了 脚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腰部 这个地方往下推一点点 脚直接往外摆 然后脚底板打平之后 它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个转折的关节 要把它稍微的 往内折一点点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脚啊 从这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那另外一侧的话 我们也一样的一个变形方式 好 你可以暴力一点 直接的 朝最终目标 给它扣过去 扣过去之后呢 这个内部的话呢 我们再稍微压一下 压一下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有一块 有一块图在这 我们把它给包覆上来 卡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 这个08时候的玩具啊 这个容错率都是比较高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 把它给扣上去 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往后面扣过来 它的结合卡 一个在这里 另外一处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块 有一块图 跟内部这里做一个结合 到这边 压过来把它结合 甚至的话呢 今天也可以就胡乱的呢 把它给凑过去 啊对 这个地方忘了 这个地方 要把它放下来 如果你不放下来的话呢 会扣不到位啊 这个地方 放下来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方便 我们做一个组合了 扣上去 扣上去 这个 后面 两侧 把它给组合好 这个玩具 08的玩具 是真的是可以粗玩的啊 那我手上这一款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一点小刮期 但是因为它是日版的配色 它本来就有金属器 你说它要不刮花 我觉得是 那个地方是不可能不刮花的啊 然后的话 我们就稍微的去把它给整个 密合的话 再把它给捏一下 严丝和风 去把它给掐一下 好 然后这个不能往下压 它有一个卡扣可以扣住的 这样给它就一个 就定住了 不会去摇晃了 一台非常帅气 有着流线条 然后底盘 你看这个形状 像一把刀一样 对不对 这个 还有一个金属红 简直是闪亮 爆炸的漂亮 然后可以看到 有一个人怨念的看着你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稍微按一下 然后去测试一下 你看这个滚动性 好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步 这个 就是所谓的 打锚定的轮台 就是不一样 然后造型的话 前后的轮胎呢 做的还不一样大 对不对 然后还有很多的细节 然后再 除了这个 就是这个排气管吧 它是一个塑胶色之外 如果这个地方还是电镀 那这个玩具 就真的是漂亮 到一个炸掉 那这里也是比较可惜 反正这灰色的塑胶 都是比较可惜 其他地方几乎都是一个 金属的一个配色 好 最后就是这个武器 这个武器的话呢 这里有两个图 可以把它扣到这个上面 但是扣上去之后啊 是不会 不会比较好看的 不会比较好看的 这个也是我说呢 如果说这款玩具 你收到的时候呢 缺了这个弓箭的话 价格不是太高的话 我觉得可以入没有关系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淋巴动画片的一个 Horror 一个热泼 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分享 谢谢各位这期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